记者洪定洪高雄报道,王姓男子今天凌晨在自家冰廊贪与朋友喝酒,不料双方情绪失控,爆发口角冲突后互殴,王男被王姓朋友吃刀砍伤脸部送医治疗,双方共识多人聚集医院急诊至外教证,惊动警方将全部人员带回征讯。 高雄警方强调,被带回征讯的人员当中部分完全不知道发生何事,只知道要去医院帮忙助阵,连同与王男互殴的友人分别依伤害罪移送法办或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裁处。 警方指出,今天凌晨0点17分,王男与三明有人在三明区酒如露的自家冰廊贪喝酒聊天,却因口角冲突互殴,其中32岁王姓有人持刀砍伤,34岁王男都到高一大妇院治疗。 双方朋友获报,共有十多人到急诊室外关切,甚至校正,其中理性男子情绪失控,大声叫嚣,冲突一触及罚,为避免情势失控。 警方将十多人带回侦察队证讯。 警方允中